今天的视频又是牧羊人寻狼复仇的一季 两条牧羊犬合力抓住一匹狼 而事情的起因 它要从几天前说起 牧羊人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呢 忽然在对面山坡上发现一个狼群 这个狼群由四匹狼组成 它们大白天徘徊在羊群附近 这群狼应该很饥饿 在冬季食物资源不足 或使它们见走偏风 在牧羊人的眼皮子底下抓羊 不过饥饿并没有让狼丧失理性 它们迂回到羊群移动的正前方 刺激而动 当然这一幕被牧羊人看的眼里 并不会让狼得胜 它指挥自己的两条牧羊犬去驱离狼的同时 并赶着羊群朝村子的位置移动 两条牧羊犬似乎并没有看到狼 可能是因为距离狼很远 它们没有嗅到狼的气味 事实上牧羊人也并不想让两条砍高拳 和四匹狼爆发冲动 也为这几乎没有胜算 它只是想一次警告狼群 牧羊犬已经发现了它们 视频来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牧羊人在自己家门口发现 一匹狼出现在村庄路口的路灯下 一位狼很少单独行动 所以一匹狼的出现 就意味着在它附近还有其他的狼群 鸡肠碌碌的恶狼们选择在村子里动手 狼群也的确成功了 有村子内的村民在晚上用手机拍戏 狼群猎杀一条砍高拳的视频 这条砍高拳应该很不幸 遭遇到四匹恶狼的袭击 即使佩戴了防狼相权 也不是饥饿狼群的对手 而且从地面狠近来看 战斗应该很激烈 不过一打撕它没有胜算 很快被狼群撕裂 饥饿的狼群异常嚣张 已经忍不住在村里内享受大餐 这里大家可能和我一样费劲 视频拍摄者为什么不大声驱离这些狼 其实当它拍下画面之前 这条砍高拳已经被狼猎杀 而且这条不幸的砍高拳肯定也不是它的狗 视频来到白天 牧羊人得到通知 有村民在驾车回来的路上 发现一匹徘徊在村庄附近的狼 牧羊人旋即和他的朋友出动两条战斗经验丰富 且成年的砍高拳 去驱离这匹嚣张的狼 显然因为狼群已经成功临死 它们已经变得肆无忌惮起来 狼在土耳其受到保护 因此它们不能用猎枪受力 但砍高拳驱离狼并抓住狼 则属于牧羊犬的自然行为 不受法律约束 视频没有给到两条砍高拳是如何抓住狼的 当牧羊人给到的画面 一匹狼已经倒在了地上 被两条砍高拳按在地上疯狂摸杀 Janaan daha önceler demiştik Sócio 耶 ити 晾 Protest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